要處理一個material 就是你要做你剛剛講那個地板 那個地板你試了很多種樣子 那這個樣子你最後決定一種 決定這一種是你經過很多知識修律以後 你決定這一種價值在哪裡 你剛剛說因為它有烤系 所以你那個整個建築希望跟以前一樣 那個烤系這個你說很拉高的 OK 但是重一點在上面的 它立得這些粉質的通常規業 好 立到這個砂裡面 砂碟裡面 你在立的方式 你所進下去的是 你用通過某一種就是 的 這個一種崩潰的調節 這樣一個的調節也好 還有這樣的一個構造體 你在立下去是跟前決定 就是從這個構造結構 跟這個水的調節有關 還是裡面對的部分 有一個問題 目前你遇到的是柯農的 你把那個殼要放下去 你到底面對的是什麼問題 你決定要把這個東西採高 除了水以外 採到多高 假設你自己的問題 其實我要採到多高 下面的指甲 為什麼每一根 只能在這個區域 你不能比它更近 因為你比它更近的時候 你不見功能已經沒有它錯了 所以我可以是每一個間距13公尺 也可以見到每個間距90公分 可是這區段的問題就不要了 我決定不會不要 所以我會面臨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如果不要 可能會撐不起來 因為我在解決我要跟不要之間 你心裡面應該有一些 要跟不要的問題 你在面臨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這個決定是什麼 這個決定跟你原來看到的一個 原始可能自己在的房子 有什麼不一樣的 他也面對問題 你也面對問題 你在解這個問題的時候 跟他解這個問題 你一定不一樣 因為你們是fessional的 學生 對不對 我可以強制到這個 包括你剛剛講的裡面 裡面用株子 這是做美感嗎 所以不面對的是 你面對在台風嗎 還是你面對到它是什麼功能 你面對到它是什麼功能 你面對到它跟這個 海跟陸地之間的什麼樣子的陰性 所以讓你決定 你這個邊的方式 它只是趣味 但是在趣味之外 有一個價值 它要這樣吧 你在做這個頂 它是斜頂 還是平頂 還是裂開來的 可以見到太陽的 還是完全不能見到太陽 它是怎麼想做 你剛剛很簡單的講說 你在碰觸detail 你在碰觸material 可是我認為 你還沒有去理清 你在面對什麼問題 可能有 如果有的話 我也希望說 很enjoy的去聽你 面對你什麼問題 在你這樣做 不過出來 它不一定是分析出來的 它可以很直觀 它可以很個人 你可以把個人 放到裡面去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地方 遠山就有一條線 所以你 你的念念 就是面對這條線的問題 不是價值 但我其實我覺得 那個很重要 我其實也是欣賞你這個儀式 可是我還是跟王老師一樣 我覺得 我還是想得到更多 你這個畢業設計 什麼面對的 你自己的 value 在哪裡